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罗宾看 股市罗宾 台北股市在历经昨天开低走高之后 我们看到今天马上又陷入了一个震荡 当然今天在上下震荡的过程里面 最终只有小跌48点 那成交量2230亿 那对于今天那个震荡 当然不外乎几个原因 第一个 今天台指期的一个结算 那每当期货的一个结算 盘面的震荡幅度 当然也会相对会比较大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当然今天市场上所众所瞩目的 不外乎是明天早上即将要公布的 这个联准会的最新的一个利率政策 那当然今天很多人都在讨论 因为昨天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报道 好 说接下来联准会将要升息三码 哇 那不得了啊 升息三码这从来怎么样 可以说几乎没有过的一个事情 一口气升息三码 一次就升了0.75个percent 好 那当然这一篇出来以后 大家赶紧怎么样 赶紧来看看这到底消息从哪里来的 哎 结果妙了 你华尔街弄这么大的华尔街日报 弄出这么大的一个报道 结果他居然怎么样 居然没有引述这消息从哪里来 我就奇怪了 哎 这事情非同小可 你引述这么大的事情 过去升两码就不得了 你还一口气升三码 结果你发这么大的一个新闻 结果你居然没有想说 这消息从哪里来的 难道你华尔街日报 你自己的依测吗 对不对 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说现在因为在敏感的神经上面 当你有这样一个报道出来 不得了了 整个Fade Watch 芝加哥交易所的商品交易所 这里面有一个针对利率的 这样的一个交易投资人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预测的一个几率 现在居然有人预测六月 六月要升息三码的几率 从昨天还40%而已 这篇报道出来以后 一口气怎么样 一口气跳到了90% 好像大家都笃定了 六月林准会就要升息三码 因为90%了 差一点就百分之百了 对不对 那到底说 在开会过后 林准会到底要升息两码 还是要升息三码 我说过很妙的 反正在一些关键时刻 总有人在带风向 那到底说你说 到底是要升两码升三码坦白讲 我也不知道 我又不是鲍尔 就如同当时 俄乌大战要开战之前 我说会不会打 很多人在想会不会打 打了以后怎样 我说你都不用去猜 因为我们不是 当时我说我不是普丁 我也不是拜登 也不是泽伦斯基 所以你去猜那些没有意义 你看果然到现在还在打 那不管怎么样 我也不是鲍尔 到底要升两码升三码 鲍尔自己也未必知道 因为大家要投票 要投票来表决 但是我这样说好了 当大家都笃定升三码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升三码 你要去思考 如果大家都笃定要升三码 难道盘面上 不会有一些征兆出来吗 你说昨天美股跌 道琼跌了一百点以上 这不是征兆吗 这当然不是征兆 道琼跌了一百点 那是受到市场氛围的一个影响 我这样说好了 过去联准会 从来没有过升息三码 如果你要升息三码 我只请问各位 美元会走强还是走弱 你过去升息一码两码 美元都走强了 你说现在升息三码美元怎么样 美元一定一飞冲天 那当美元一飞冲天的时候 台币怎么样 台币必然要爆扁 那我请问各位 如果现在市场真的如 华尔街日报所说的 要升息三码 甚至于连Fed Watch 几率也都高达90%了 那照说今天怎么样 今天美股应该爆棚 来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美元 美元今天有涨 但是有大涨吗 有大涨吗 有没有 没有 只有涨多少 只有涨0.14% 涨0.14% 有没有大涨 看不清楚看K线 这段时间美元有涨 可是真的这个消息出来以后 美元有涨吗 没有 所以到底是不是升息三码 因为前面这一波 所反映的是Fed要升息两码 所以你现在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在美元没有很大的 一个变动的情况下 你要告诉我 接下来Fed要升三码 我会先打一个问号 尤其更妙的事情 现在 对照台股已经来到了低点 他告诉你 市场上有一个声音告诉你 接下来林准会要升息三码 所以让现在恐慌性的一个状态 这两天为什么大跌 不也是因为 5月的CPI出来之后 有人在导风向 有人在带风向 你看5月的CPI 又创的是历史的新高 又创了40年的新高 那在这种情况 Fed要升息三码 怎么样 又有人在导风向 所以让行情 啪啪啪啪又下来 尤其怎么样 尤其在已经来到 这个位置的情况之下 华尔街日报 在神来一笔告诉你 哇 这个笃定怎么样 要升三码 可是你们觉得很奇怪 来 什么奇怪 记不记得当时行情 在这里的时候 这里是多少 一万六千八 有没有 5月31号 两个礼拜前 两个礼拜前 当时行情在一万六千八的时候 记不记得同时 那个时候盘面上 也有一个声音 那个声音告诉你什么 Fed九月以后不会升息了 因为要顾虑到 整个景气的一个问题 有没有 想起来没有 当时在高档的时候 他告诉你什么 这个市场的声音告诉你 九月不会再升息了 就升到七月 六月 七月就升这两次 九月不升了 让你怎么样 让你拼命去追 让你拼命去冲 结果行情反而往下掉 那妙就妙的 现在来到这个位置了 都已经来到这里了 昨天还破了万六 甚至于盘中还一度大小破 5月19号的低点 15892 反而在这个时候 他反而告诉你 林准备要升三 又来一个大利空给你 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好像是一种套路 在高档就放利多 让你去追 让你套在高档 现在来到低档 他跟你放利空 希望你怎么样 希望你把股票全部砍出来 然后他好低接 讲出来 我说这就是套路 在前面也有类似的例子 我就不一一列举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我说这个盘面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你做股票你千万不要 每天都追逐那些消息面 让棒利多利的动作利多 让棒利空利的动作利空 你都难道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跟思考能力吗 对不对 所以我说了 我不敢讲 他绝对不可能升三 因为毕竟20个委员 加上鲍尔 大家开会会什么结果 我不知道 我又不是鲍尔 鲍尔自己都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我说你要升息三 你一定会有一些征兆 如果这个征兆没出来 你要讲说这里就升息三 我认为太过武断 就如同先前在这里的时候 很多人讲说 九月不会升息了 那我就问各位 如果当时放出这个声音的时候 九月不会升息 是因为景气的考量 怕把景气打下去了 那我请问各位 现在景气有很好吗 现在联准会 有好到说 让联准会不息 可以牺牲整个景气的一个拉回 我要升息三 有好到那种程度吗 那如果没有 难道你还看不出 这里面的玄机吗 所以消息每天都变来变去 一下多一下空 你操作绝对不能够 随着这些消息面 追高杀低 去年或许还可以让你 蒙到赚到一些钱 如果今年你再按照这个消息面 看到利多就追 看到利空就杀 你今年必然会被左右耳光 左右开工 你一定会被耳光打过来又打过去 所以你要千万记得 反而我认为在今年的 这样的一个反市场 今年这样的架构 你反着市场去做 你可能胜算还大一点 放利多你就先卖一趟 放利空你就准备来接股票 这样子可能我还觉得 你还可能成为赢家 你绝对不要按照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那不管怎么样 我说过我在意的还是在于 到底从这一次的低点15616 到现在这一波的一个高点 很多人认为这一波的一个反弹 已经结束了 所以接下来又开始怎么样 又开始要往下修 可是我在压回的过程里面 我说过我看的一个很关键的点位 是这个 5月19号的地点15892 15892只要没有被跌破 你说昨天有破 昨天破一下下马上拉上去 其实他透露出什么讯息 他透露出盘面的一个主控者 盘面的这个主控者 又或者有能力影响行情的这些人 他也知道说这个15892 绝对不能够让他有效跌破 所以当昨天整个恐慌的氛围 阴漫延出来 甚至于在盘中一跌破这个15892之后 你看是不是整个市场就请全力 就把他给拉上去 所以昨天你看 留了106点的下影线 再加上将近百点的实体长虹 从原本的大跌超过200点 给他硬生生拉到平盘附近 对不对 因为他们也知道 这个15892绝对不能够破 破了你就整个盘子了掉了 破了你这个15616 你就准备又再破了 那还有什么行情可期 对不对 好那现在既然已经守住 这个15892 那我说过那么 我合理的预期 我合理的推估 现在整个行情怎么样 还是处在 即便这个时候拉下来了 拉下来还是在一个反弹的架构之下 那如果说还在一个反弹的架构之下 那我请问各位 现在拉回来是一个机会 还是一个危机 你自己先想清楚 如果这是一个机会 那拉回来 对于接下来要涨的股票 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吗 当然我也知道 现在很多人会告诉你 今年整个台股要走入大熊市 接下来如何如何的危机 其实坦白讲 今年要走入熊市 我也不觉得意外 前面走了12年的多头 难道今年不能走空头吗 你有永远在走多头 然后都空头 永远都在走多头 空头都不会来的行情吗 还是哪一国你有看过 或者说哪一国的股市 都只会走多都不会走空的 不可能吧 有多就有空嘛 你走了12年的多头 你偶尔让它进入到所谓的熊市 去换一下手 去干嘛一下 这很正常啊 这合情合理啊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但是我也一直跟各位讲 大家一直在拘泥 现在到底是大多头还是大空头 很重要吗 很重要吗 我请问各位 在过去12年大多头的行情里面 你每次出手你都赚钱吗 有吗 应该没有吧 纵使在一个大多头的行情里面 有往往一个终极修正下来 1000点2000点 甚至于3000点的行情 你难道没看过吗 多头行情一样会修正3000点 不是吗 那反过来 纵使现在不得已 也是很正常 多头走完就是走空头 空头之后再回到多头 本来就是多空循环 纵使在一个大空头里面 既然多头有机会 一修正1000点2000点3000点 难道空头就没有机会 能够反弹1000点2000点3000点吗 对不对 在多头回挡的时候 你去强力做多 纵使多头你也赔钱 可是一样在空头的过程里面 如果说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你避开 然后在反弹的过程里面 你把握住那个timing点 难道你赚不到钱吗 所以多头空头有那么重要吗 重要还是在于说 你有没有在对的时间 你在对的时间 用对的方法去做对的股票 这才是重点 对不对 不然我这样说好 这段时间大盘 涨哪点 跌啊 对不对 从高点我们说过了嘛 当时的高点还在16807啊 这一波最低甚至于昨天都已经跌到了 15900点都跌破了 这拉回的过程里面已经超过900点了 但是在这样拉回900点的过程里面 难道你没有任何赚钱的机会吗 来 这档股票药滑药 今天怎么样 今天再创历史新高488块 488块 大盘跌 药滑药涨还跌 全市场现在都在讲药滑药 我说过对的股票 大家一起来共襄胜举 我也乐观其成 现在好像市场上不来讲一下药滑药的 他就不是分析师一样 大家一定要来蹭一下药滑药 当然没有关系 我说过 只要是大家认同 因为毕竟我们最先看好的股票 现在得到市场的认同 我也觉得很欣慰 但是我一直强调的 这绝对是一档对的股票 你不用怀疑 因为在大盘大跌的过程里面 他能够逆势涨 他就已经在告诉你 我未来的爆发力就是这个样子 他在反映的是他未来的一个潜力 对不对 他未来的一个爆发力 所以他绝对有他的一个价值 他绝对是好股票 可是好股票 我说过你买点不对 你买点不对 中股票你可能赚不到钱 你还会赔钱 你不要说什么 上个礼拜五 今天礼拜三 上个礼拜五 当他拉出连续两根 差一点点涨停 因为上个礼拜五 差一点点涨停 连续拉出两根涨停板的时候 差一点点 因为9.5% 全市场都在追逐 都在想说 这小孩这么狡 大半射到这样 怎么这么狡 原来一问 原来怎么样 原来有好多的艺人 有一些政治人物 都去买了药 华药 为什么要买它 未来原来是美国的药证 他做什么 血癌的新药 然后在美国的药证 即将要拿到 后续对他业绩贡献的爆发力 会有多大 开始怎么样 大家开始注意到这一档 来注意到以后 再加上平面媒体的一些大幅的一个报道 大家趋之若鹜 全部都来追 但是我说了 你买在上个礼拜五的 你不要看今天 有突破上个礼拜五的高点 今天纵使有突破上个礼拜五的高点 可是你别忘了 你别忘了 在昨天他可是先打到跌停板 他昨天可是先打到跌停板 换句话说你来 你上个礼拜五买在这里的 你去追的 有没有礼拜一拉回 你就先被修理了 你那时候有没有心里觉得开始忐忑了 对不对 你买以后隔天马上掉下来 如果说在这种心情的一个情况之下 昨天怎么样 昨天是先打到跌停板再拉起来 你不要看昨天也拉起来 盘中一个小时 第一个小时曾经给你打到跌停板 你礼拜五买 礼拜一已经往下掉 礼拜二一开盘 一个小时再给你打到跌停板 你心都凉了 对不对 再加上现在一堆利空的消息 一下要升息多少 一下是CPI破表 在那种情况下 你一定抱不住 你一定抱不住 如果说在昨天震荡的过程里面 尤其在上下洗刷再打到跌停板 你把它出掉了 后来还拉起来 你除了对心肝以外 最重要你赚到钱了没有 今天纵使再创历史新高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为什么这段时间 大家都在讲药花药 我可是很大 我一则以洗 一则以忧 我洗的是 我们最新锁定的股票 受到大家 最早锁定的股票 受到大家的认同 我觉得很欣慰 我觉得很开心 而且我们走在故事的前面 我们最早布局 现在大家来追 我当然开心 看着股价一天一天往上推 对不对 我们买在哪里最清楚了 这不用我说了吧 对不对 光是这一波 5月23号 5月24号 6月1号 连续在这个位置买进 你可以去误误看会员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所以现在股价涨上来 一路往上推 我当然很高兴 但是我担心的是什么 我担心的是 当大家都在讲它的时候 我怕你又忍不住 怎么样 你又自己跳进去追高 我说好的股票 你也不能够乱追 你至少等到它拉回的时候 你来买 你看你去礼拜五追的 昨天被洗掉 今天再涨 自己没关系 但是如果说你忍住 在昨天拉回的过程里面 我说过你不要买 就算你没有买在跌停板 你买在昨天盘下的任何一个点 哪怕只有一% 就算你买在盘下一% 昨天涨三% 你也涨四% 今天你又起起来 今天再涨个7% 你这样两天加起来 你也一起停板以上 所以买点重不重要 很多人买在高档被洗掉 还赔钱出 如果你买在低档 你这两天至少 你也赚了一根停板 那更不要讲 我们买在前面 对不对 你看这一波上来 这样九天还不到十天 已经快涨了40%了 更不要讲 我们前面还一波的 这是第二波的操作 前一波我们在350块附近 最低还有买在330几 340几的 后来在5月15 398 397 全数获利出清 我们就赚第二趟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养药滑药 我就请问各位 有哪一个人 像我药滑药是这样做的 而且我说过 我敢讲每一个会员 我每一组会员 每一个都买到赚到 现在这么多人在讲药滑药 这么多的药滑药专家 有哪一个敢讲说 他的会员 每一组会员 每一个会员都买到赚到 差别在哪里 这就是功力 这就是功力 好 那药滑药 大家都在讲 好股票 要不要再买 要不要再买 还可不可以买 什么时候买 还是有没有其他的应对的方式 下个节奏回来我们继续聊 欢迎来到现场 欢迎在近期大盘震荡的过程里面 有一档股票脱颖而出 那就叫做药滑药 那这档股票 我相信我们是领先全市场 这个是有目共睹的 这也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我说过 现在这么多人在讲药滑药 有哪一个 是买在5月23 5月24 6月1号 在这个位置连续买进的 有没有 有 麻烦请出声 对不对 那更不要讲 在这之前我们还赚了一趟 从当时5月6号 5月9号 5月10号 也是在发动前 而且还趁拉回 我们连续买进 高档出一档 避开修正 继续再买 分段操作第二趟 这么多药滑药的专家 有谁像我们这样做的 我想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对不对 所以现在 很多专家权威 很多民族都在讲 甚至于药滑药涨上来以后 对不对 那谁谁谁 能够所谓联动的受惠 又或者怎么比价联动 这些当然都对 甚至于你看药滑药的大厂 都已经把整个生技股 把整个生技股都给带上来了 今天有好多生技股 都拉到涨停满 对不对 但是 大家不要画错重点 药滑药的上涨 当然对于同族群的 同性质的 有相同题材的 当然有它所谓 比价联动的一个空间 但是我一直强调 除了说这张股票的好坏以外 最重要的 买点一定要对 买点一定要对 如果你买点不对 药滑药是最强的领头羊 你一样 还不是一样被修理 所以重点是 对于接下来 能够跟药滑药比价联动 甚至于有跟它同样性质 同样条件 未来有同样爆发力 有大空间的股票 你不是等它涨上去的 你再去追 你不是等它喷出后 你再去买进 而是你要怎么样 你要在它喷出前 还没有发动之前 你就要先买进 对于 既药滑药之后 我们最新锁定 我说过有相同条件 相同特质 未来有相同爆发力的 这一档药滑药二 我们怎么样 我们即将要进程 我们即将要进程 那还没有登记完成的 还没有登记完成的 我今天怎么样 我今天开放20个名额 我开放20个名额 只要来电登记 通通都有 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